Lite 版本 今天我們討論一下車子如何使用 我們購買的版本 叫 Strider LT 版本 價錢便宜一些 比一般 Strider 5.0 至5.2 版本 但沒有跟著這個 kickstand 但有跟著後面的眉 rack 客人買的時候可以提醒他們 其實在香港的法例 我們晚上踩車一定要有 二眼燈、尾燈和頭燈 尾燈和頭燈 我們不包 可以在一般單車店裡賣到 而且客人除了想買一部車之外 想買一個 stand 可以站在這裏 我們鋪了一個座位 是可以坐在這裏 價錢便是250元 客人都可以付錢買賣 但買的時候要通知 因為我們要準備貨 那Manda送貨 我們會叫他送貨 那接駕車很簡單 我們首先把腳踏收一收 收的方法很簡單 其實是把它推進去裏面 然後拍攝 然後我們在鋪 通常車的左邊身 就會面向客人的 因為通常我們會 站在車的左邊去收車 然後我們把手柄 然後右手在這邊 手指公按一按一滴 拉起它 千萬不要放低 因為放低 這部車的位置 咬爆了便會很麻煩 其實 這樣拿著車 左手將它拍過來 對齊 這樣就把那個 Magnet 在一起 最後呢 就把這個 拍到這個 Frame Protector 這個Frame Protector 其實是保護車的 車身的表面 沒有了它 其實都沒有所謂 那個位置都可以 鎖死進去 最後呢 其實就可以 把這個 手柄 收起來 可以坐在地上 又或者 我們 如果有一個 Stand的時候 動了一個Stand 然後呢 找這條繩 鎖死了這兩個鎖 它就會站定 不會跌的了 其實 我們 在街上走的時候 我們可以 手拿著這個位置 或者手托著這個位置 這樣很方便 在街上走 另一個方法 我們是 坐車的時候 我們可以 拿著這個手柄位 這樣 這樣 把車打直動在這裡 我們上minibus 或者上巴士 其實都 很多司機都見過的了 這輛車 其實呢 甚至放在自己的座位 坐在那裡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那開放也很容易的 其實這輛車 我們可以先開了這個手柄 然後呢 其實做回相反的動作 其實 推開這個位置 然後用手 托這個位置 但是一托 這樣 那輛車就會 兩個輪子就會分開 然後呢 把這個位置托回去 托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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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踩的了 這樣就可以踩的了 現在可以行動 我先進行曝光 撐的 再進行曝光 這個位置 是 所以這就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 有一條白色邊的,很帥 跟一般Strader車一樣,都是用碟煞,即是Disk Brake 用碟的形式去煞車 其中一個很強的賣點就是這條帶 這條帶跟一般單車鏈很不同 它是一條膠帶,不會有太多油漬,很乾淨 記住後面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提客人 如果那兩個輪子拍攝的時候太緊,很難分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小的六角時 在這一個位置,這裡有一個位置讓你調整 調鬆調緊就自己決定 鬆一點就比較容易抹開車 但當你在街上推的時候,即是折起來 又有可能兩個車胎會分開 要自己決定鬆緊